都是我相信是每個同學都可以精確掌握的例子 我們當然在對初學者 不要一開始就用一些看起來很複雜的例子 這樣打擊你的自信其實對同學沒有好處 我們先讓同學感受我們要傳達的意念 然後之後遇到比較複雜的問題 可能你就可以掌握得比較好 我現在要寫的東西 ABC全部都是實術 我講的對象都是實術 那如果在ABC都是實術的情況底下 我告訴你若A乘以C會等於1乘以C 能不能得到底下這個結果 則A會等於1 這個簡單 來 同學你告訴我 這個這件事情 這個命題對還不錯 錯 很明顯是錯 好 這是假的 好 那為什麼他是假的 對不對他是假的 好 來 我要問你喔 像我今天早上來在其他班講這個東西 有同學就眉頭一皺 他覺得 眉頭一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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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覺得說這個東西怎麼會是錯的呢 他覺得理所當然是正確的 我還問他說為什麼你覺得是對的 他說我們兩邊同時把C約掉 那A就等於B了嗎 小學我們兩邊 怎麼同處 我們兩邊如果要從這邊推到這邊來的話 其實我們做了一個動作 什麼動作 同處於多少 C 同處於C 可是同學你曉得 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其實有個前提 這個C必須怎麼樣 不可以是0 因為分五不能是0 你知道嗎 所以你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其實你的前提是什麼 寫一下 C 因為這種例子其實非常簡單 前提就是你的C 不可以是0 所以你看喔 他在推論的過程裡面 其實你有看到這個瑕疵 這個C其實他不可以是0 所以你要找反例的話 你可以從哪裡去找 從他推理有瑕疵的地方去找反例 所以就找怎麼樣 比如說 我就這樣寫清楚 我們就可以由C等於0 從C等於0這個地方 來找這個問題的反例 比如說 C如果是0 那比如說 A如果看成是5 5乘以0 是不是等於3乘以0 沒有錯啊 對不對 你C等於0的時候 你A如果看成是5 B看成是3 這個時候 我們是不是可以讓這個前提是成立的 對吧 前提是成立 但是5跟3有沒有相等 沒有啊 是不是讓我們結論怎麼樣 跟結論就是就產生不合 跟結論就是就產生不合 OK齁 但是 5不打於3 這個是與結論不合 這個是什麼 這什麼? 真的嗎? 真的 不啦 不啦 哪一個? 先打一個就是重複的那個題嗎? 對 對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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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重複的那個題嗎? 真的嗎? 我騙你啊 來我們改一下 我為了勝負你的大錢 這樣可以嗎? 對吧 是這個題嗎? 是是是 是是 來,第一個小問題 超高女子 沒有啦 我比較喜歡炸的 超高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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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問一個小小問題 來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我之前有問過 來 A跟B 都是實處 好 跟著寫 A跟B都是實處 第一個問題是這樣 如果 A大於B 這個問題我之前講過 這 A的平方 一定大於B的平方 這個東西 其實大家一看就知道它怎麼樣 錯 這錯的 錯的其實很容易舉反例 這種反例 我覺得靈活動聲道很快可以舉出來 來反例稍微寫一下 這個問題其實不難 來反例你可以舉 比如說A是多少 比如說A是負3 B你找誰的2 比如說找負5 對不對 負3大於負5 但是 但是 如果你把它平方之後 負3的平方其實它是9 對不對 那負5的平方是多少 25 這可以找到一個例子 來推翻它 如果是對的 同學搭小 所謂的對就是要命命去到 只要A比B大 這個東西 合必然要成立 但是錯 你只要舉一個反例就好 那我們記得當時在課堂上 我還有跟同學講一件事情 來 同樣的東西在寫字 如果 A大於B 而且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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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B是時速 時速的範圍比較廣闊 對不對 如果是時速的話 這句話是錯的 這個東西是錯的 我現在把範圍縮小 把條件把它做一個限縮 我找時速的部分集合就可以 對不對 我要讓這些事情 它可以從左邊推過來 請問你這個條件限縮 要限縮到什麼程度 正數 正數 對不對 好 有可能說 老師我知道 只要A大於B大於你就可以 好 這一種說法 來 回回我問你 這個到底值不值觀 其實很值觀 其實你可以用什麼來解釋呢 比如說 同學我這樣講 我畫一個正方形 好 假設這裡有個正方形 它每邊的長度叫做A 這樣可以嗎 好 那這邊有一個比較小一點的 比較小Size的正方形 好 這個正方形 它每邊長度叫做B 那同學當然心理很清楚 正方形的邊長都是正的 那邊長越長 同學A平方表示它的面積 它的面積當然就越大 這個東西本身直觀上 大家會覺得非常容易接受 對不對 那其實要證明你也是可以正 從左邊推到右邊 你也會正 可是我今天要問的問題是什麼 你一定要把條件限制得這麼嚴格 一定要A跟B都正數才能從左邊推到右邊嗎 一定要縮得這麼緊 不能夠稍微放寬一點 懂我的意思嗎 嗯 就是說這個這一格 一定非得寫A正B正才能夠推過來 能不能把條件再放寬一點 是不是也有人可以是負 有人是正之類的 就是條件可可以放寬 你可不可以寫那個比較好的範圍 一定要限縮得這麼 把範圍縮到這麼小嗎 一定都要正數才成B 想一下 我領班一定有人知道 這個地方其實不用寫A跟B都是正的 要寫A 你知道寫什麼 這邊都要寫什麼 A的絕對值 A大於B的絕對值 這個跟那個 早上我在七班 也有可能可以講這個東西 好 有講到絕對值 其實講簡單一點 還有沒有其他說法 我說 A減B大於 A減B大於 就是A大於B 就這個條件 我是說再加上一個什麼樣的條件 可以從左邊推到右邊 以後 條件不要這麼嚴格 B跟B都正數啊 B大於0就好 B大於0就好 對 是嗎 對 B大於0就好 對 來你看喔 而且這一個東西 A平方 A平方大於B平方 它是不是代表 A平方 減B平方怎麼樣 大於0 它跟它是 我們講 數學上講等價 可以 它就是它 可以接通 那A平方減B平方大於0 這個東西 要可以寫成 A減B 再乘上A加B 怎麼樣 大於0 同一種看法對不對 好 那現在我們已知的條件是什麼 我們已知的條件是 A大於B 那A大於B的話 來 你看這邊 A大於B的話 那 表示什麼 表示這個A減B 這一個交往 它是怎麼樣 它是正的 所以我只要再怎麼樣就可以 A加1 對 我只要讓這個A加B 是什麼數就可以 對 是正數就可以 所以同學你知道嗎 這一個 一定要寫A正B正 你用加什麼條件就可以 A加1 A加B大於1就可以 只要A比B大 而且A加B大於1 是不是就可以重複給你分過 你了解這中間的一些細紋的差異嗎 我沒有講很難喔 我沒有舉很難的例子 我都先從中看起來很簡單的例子 看一首 對 來 折上去 這一格 你就寫A加B大於1 好 我們剛開始當然不要去講一些很複雜的東西 來考倒同學 這個比較明亮的意思 來 這個 OK嗎 那如果OK的話 我覺得我們暑假的情人 大概就先跟同學談到這邊 好 謝謝 然後我們接下來 我們休息 我要講高一上的進度 哇 對 我就開始講了 已經開始講了 好 高一上的第一章 我們現在要談數與四 走大家走 你體系要跟著寫喔 別人都自己講完了 我們才可以開始講 還有我上課如果筆錄喔 講錯你要馬上去或是我 不要讓我那錯了 然後還放在網路上 他很習慣 對 假的 假的 有理術第一個 我們要先來定義 我從頭開始教喔 我們要先來定義 什麼叫做有理術 好 術與四 我們先來定義喔 什麼叫做有理術 之前主教我都講說 這個東西好像我們開始會重新再講一次嘛 所以我們還是從頭講一次 當然大致上有點想法 來 有理術用什麼代號來表示 Q 好 用大學的Q來表示 不知道沒有關係 可是喔 知道這個Q 這個其實沒什麼影響 好 那我們來做個規定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有理術的定義是什麼 定義是什麼 對 我們來看喔 就是定義 你非你要重複龍歌詞 看這邊 定義喔 XX如果是有理術 所以我覺得要寫清楚 X是有理術的話 表示這個符號就是 就是你慢慢就熟悉了 一些符號的意思 就表示說這個X 可以表示成以下的這個形態 它可以寫成P分之Q 其中這個P跟Q 都是什麼數 都是整數 而且 注意喔 這個P有個限制 這個P怎麼樣 這時候要你講話你就要講話 P怎麼樣 不可以是0 對不對 所以我們常講說 有理術的定義是什麼 凡是可以表示成分數型態的數字 可以表示成兩個整數的比值 那通常在寫這個比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習慣 而且寫成分數 我們通常會寫成什麼分數 最減分數 對不對 所以也有一套說法 有人說什麼叫有理術呢 凡是可以寫成最減分數型態的數字 我們就稱為叫做有理術 也有人是定義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 在寫有理術 我們一般來講 只有把它寫成什麼 所謂的最減分數 OK 知道一下有理術的基本相法 那當然有理術的話 你一定這個大家都很清楚 比如說像2分之1 這就是有理術嘛 那比如說3分之2 這個是有理術嘛 整數當然也是有理術 比如說4可以寫成1分14 這個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你對有理術應該有初步的認識 凡是可以表示成分數型態的數字 都稱為叫有理術 OK 好 第一個 我們先來定義是比較有理術 OK 那講了有理術之後 接下來我們來談一個小小問題 我們來談素系 雖然素系我相信同學不陌生 但是我們還是給他一個完整的精度 我們先從範圍最大的開始談 我們最大的一開始是談到什麼 時數 real number 來時數 時數的代號同學都不陌生啊 時數的代號是個大型的R對不對 那如果有人問你什麼叫時數 你要怎麼跟他講 什麼叫時數 其實你知道什麼叫時數 但是你講得出來你知道嗎 有時候會有那種感覺 畫梗在喉嚨裡面 但是你知道那什麼意思 但是有點難以解釋喔 其實時數是什麼 你怎麼講 簡單的講 在數線上可以找到的數字都算時數 對不對 簡單的講 在數線 在數線上 數線上的所有的數字 所形成的集合 我們稱為叫時數 時數的集合 用大型的R來表示 大家可以曉得時數喔 分成兩類 是哪兩類知道嗎 來 時數分成所謂的第一類叫做什麼 游領數 游領數它的代號是大型的Q 好 來告訴我 時數是一個集合 除了游領數以外的集合 它的補級 它剩下來的那些元素所形成的集合 因為有人發現 游領數沒有辦法把整個時數線填滿 時數線還有一些空位 那這些空位 後來被人家發現說 這些數字呢 沒有辦法用所謂分數的形態 表示出來 這種數字 我們後來稱為叫什麼數? 無理數 所以叫做無理數 所以磁數是由 有理數還有無理數的什麼集所構成的 問你交集還是靈集 靈集喔 合併在一起 去交集變空集合了 你知道喔 那問你喔 有理數叫做Q 那無理數呢 無理數沒有專門的代號 但是因為我們學過普及的概念 所以有人會這樣寫 就寫Q的嗎 Q-Dragon 你聽懂嗎 Q-Dragon 懂嗎 可以嗎 可以接收嗎 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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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那接下來喔 同學 有理數 我們一般來講 可以進一步細分 來 有理數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我們稱為叫整數 整數是有理數 這沒有問題 我相信這個 不會有人分為理解 好 OK 來那第二個 是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有理數 是可以表示分數型態的數 那分數型態的數 比如說來同學 問你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可以化成小數 可以 化成小數叫0.25 那0.25這種小數 小數頂後面的數字 是有限的 它有專屬名稱 這種叫什麼小數 有限小數 沒錯 這叫有限小數 所以有理數它包含一種 叫做什麼 叫做有限小數 這個其實你們了解 我只是幫同學做個小小整理 有限小數 比如說剛才舉的例子 那個 0.25 它其實是四分之一 有限小數 化成分數 這個每個人都會 0.25就一定百分之二十五 因為分以下就是四分之一 那我再問你 像三分之一 它也是有領數 可是它化成小數之後 告訴我這個叫什麼 0.333 那個3無限多個 這種叫什麼小數 循環小數 那這種循環小數 通常我們不喜歡寫那麼多3 所以我們會用什麼符號來表示 我們就寫個0.3 那因為這個3 一直不斷的出現 所以我們就加棒棒 加一個棒棒 棒棒 0.33循環 代表說這個3 它會一直不斷的重複一無限 所以你看喔 比如說我問你 0.257 5757 對不對 一直不斷重複出現 來 57一直不斷重複出現 所以它就0.257 來 誰要加棒棒 這57要加棒棒 沒有沒有要加棒棒 沒有 沒有 你幫我一次嗎 這叫循環小數喔 等一下這不是我們有學過 沒有 那我剛才這樣講 不會太快 不會 好 那你知道來 這個叫循環小數 來 寫一下寫一下喔 循環小數 循環小數 比如說我們剛才講的 0.33循環 這個叫循環 這個叫循環頸 0.33循環 它化成分數 它就是誰 三分之一 我們在等一下的課程 就等一下 我就會教同學 怎麼把循環小數 化成什麼數 化成分數 循環小數 它本身 它是有分數 它可以寫成分數的形態 來 講到目前為止 應該沒有問題 這樣還可以嗎 可以的話 接下來我們來談這個 五里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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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可以化成小數 那這邊同學 你仔細聽喔 它化成小數之後 小數點後面的數字 是有限的還是無限的 無限的 如果有限的 就變成有限小數 就有點可 所以它化成小數之後 小數點後面的數字 一定有限多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問你 它後面的那些數字 會不會有規律 不會 如果有規律 那就是循環小數 對不對 所以它化成小數 它是一個 會不會循環 不循環的什麼小數 無限小數 拿你寫上去 五里數 化成小數之後 它是一個 不循環 不循環的無限小數 那其實也正因為 它小數點後面的數字 沒有規律 所以這種數字 看起來一點到底都沒有 因為找不到規律性 所以有人稱說 五里數也是這個想法 那我問同學 你們學過的五里數 應該很少 那你們學過的五里數 比如說 有什麼規律 比如說 像更浩二 更浩二 其實同學知道它的見識值 它的值是多少 1.414... 對不對 那後面的數字 本身是沒有規律的 還有什麼東西也是 無理數呢 還 還 圓周率 圓周率是3.1415... 9... 對不對 那後面... 這些數字 都是沒有規律的 我們之後會證明 像比如說 這個燈號 它是無理數 會證明你們看 那現在我們就是 先讓你了解一下 那這裡還沒寫完 整數其實可以再細分 我們把它寫得再更完整一點 整數分成三個部分 哪三個部分是 正整數 0 還有 負整數 好 那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數字 這樣子就很完整 OK 我們簡單的數字的概念 大概這樣子就好